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那门道不是给修了吗 是 我看那修了 修了还摔啊 没摔 摔完了它给修的 你不就摔一回吗 对 挺摔 对 您这还能骑电动车呢 骑车能走道不去 骑车行啊 走道 你看来我一看您这状态越来越好 没有 摔了9个月了 12月23号摔了 过日子该给您那儿腾退了 我们这儿咱们老子都死了 国库都过不了 还腾退呢 是吧 咱胡同死多少老的 那房都是儿女继承 他不给国库 他告诉他 房管局啊 那儿成半了 不用着急 不用着急 你看 你 再不着急我都熬死了 我都熬死两回了 熬死两回了 到你不死不多了 还剩这天了 你看看 住在屋里呆着 谁就我爸爸的王 那倒不治了 那是我的 那是自己的 我的 还养着鸽子呢吗 有的是 冲着鸽子也走不来了 走不了吧 对 能过吗 能过呀 随便 你想跟他说什么说人吗 我说坐去 我说 那个跟他说工资低 让他坐 他说小 没人管 是不是 是 老百姓的事 没人拿着当事 什么玩意儿啊 跟毛主席那时代 有一样的地儿吗 真是 不一样了 太不一样了 世道都变了 真的 不是他妈反动 老百姓现在是 就是跟屋里胡说八道行 他到外边 还看他妈给儿女 他妈找麻烦 他外部能胡说八道啊 您早点有说的 有说的吗 不是为我儿子 我他妈什么都敢说 你现在也该该说说 没事 说来没用 说来没用 保证我自个儿得 行 慢点啊 注意安全 你看这位北京大妈 说话直来直去 像个老爷们 我们在胡同转了一圈 出来又遇见了大妈 看又说了什么 好 我十点摔的 还四点了 还没理我这茬呢 那后来怎么弄的呀 后来就回家了呗 看上礼拜一再来 我礼拜五摔的 礼拜一一点 我再去没有 我再去 好 没工做手术 完了我就跟人家生养了 没干要不说九个月了 我这儿能骑车了 养好了 就算好了 走道不缺了 我这儿刚着给过 那就行 哪天我过去上人家看着你 行好嘞 上我们家我请你喝酒 我都不请你喝啥 我们家酒有的事 有的事啊 真是行 都是母孩子拿回来了 哎呦 真是吧 我真怕跟母孩子说事 母孩子讲话 你别找我那么胡说八道的 你没胡说 你说得挺好 挺好 因为我们孩子工作太好了 母孩子出境管理处的 没事跟你一样 八零的 现在都上到正科了 哎呦 多棒啊 付出了都 所以我们孩子讲话 老老实实的吧 你别那么这儿 你瞎说八道 知道吗 因为我特别直 你知道吗 直帅 我存不住话 真是 麻烦了 跟屋里呆上 老老实实呆呆了 呆了九个月 哎呦 可不 差十天九个月 那给您憋坏了 十二月二十三 那可不 啊 好 要不上回你来 你问那老太太 你问那大姐太的吗 对啊 大姐穿上养病呢 哦 我说的呢 我说怎么没看见您啊 住不来 住不来 好来这养好了 我出来了 行 这您能出来行了 现在还有点种 就是 我头道不行 还得注意啊 还得注意啊 哎真是这可反反 您这不做一拉撒的 什么呀这是 哪天上您家 咱单门说一下 行 好吧 行 好嘞 好 你们吃饭 我请你们吃饭 没钱 兜里就七十 就买一个菜 没事 我请您 哈哈哈哈 走吧 好嘞 走了啊 好 再见啊 小工上我们家啊 你也认识我们家门 没问题 没问题 行嘞 哎 再见 这位北京大妈直帅豪爽 跟米大妈呢 有一拼 其实现实生活中 把话都说出来的人呢 倒没事 我抽时间将采访一下 这位北京大妈 敬请期待 好嘞 好嘞